STEP BACK 3 POINT SPLASH STEP BACK 3 POINT SPLASH LOKO SHINE 在这段七连胜期间 他们的状况真的是非常好 朱宇航再来一个 5点位置的3分9 我已经拿下了他在PLUS LIFT的第一分 过去曾经带着膝盖的伤势 在UPA的冠军赛也带伤上阵 田浩 这个球交给阿提諾 一上来整个组织都活络了 田浩还是展现出他的一个传球能力 让对方失去了重心 田浩 又交给阿提諾 阿提諾踩一个欧洲部 F1 差距来到10分 阿提諾转身打林振勇 阿提諾转身打林振勇 再给阿提諾没有人看守他的外圣口 阿提諾 天后注冲 目前是由他来负责防守阿提诺 又来了 阿提诺这个没有协防的话会比较麻烦 阿提诺换到 比较不顺的右边上篮照亮有 那现在防守的策略就是不对他形成包夹 所以每当工程师追上来 林航元就是有办法 这球比较可惜了 没有把球掌控好 李奇米也回进一进外线 阿瑶 阿瑶跨一个大步 再给69 球快掉了 再拿起来被盖锅 班尼特要打到林郑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选择 班尼特让过篮框 后面阿提诺 再补有了 下半场工程师的第一个feel goal就是M1 而且持续留在球场上 好 AB在篮下 轻松的一个大大笑 是 对 直接用一个小个子挡到班尼特的这个位置 让这个缝线很重要 这个我平常教学的时候也是会注意 是 哇 这个 哎呀 抄结不成了 被对方有一个直接面向篮框的机会 感觉上他的体能就是有受到影响 第一球弹进 在篮篮 这个快攻球 张国豪 一致球被 关键了 踢到 高国豪 高国豪 右边上篮 阿提诺连续两次帮他补进了 今天阿提诺 在跟进篮板这一下 其实做得比以往来的优异啊 就算他投不进 他还是蛮果决去做出手 就这个还蛮不错的 据说赛前他最喜欢吃的就是草莓甜甜圈 这边阿提诺 又重新要回领先 阿提诺连续 阿提诺连续